渡假要穿颜色鲜艳的漏背长裙 经典的渡假穿搭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脱身不知道后面剧情到底咋发展 但目前出来的剧情好像不太讨喜 黄丽文的丈夫死了一月 黄丽文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孩子注定会被乔治才接盘 观众对编剧这一笔表示非常不满 不喜欢贵不喜欢 但脱身依旧在搞笑的路上 坚持前行 新更新的剧情里 楚科长应对黄丽文的跟踪 始终得不到进展 于是向黄丽文身边的仆人下手了 因为拿阿娥的孩子威胁阿娥 阿娥自然不敢怠慢 答应会帮助楚科长好好监视黄丽文 自此阿娥便开始了写日记 黄丽文在干什么 他都会相当清楚地描述出来 看到这么勤奋写日记的阿娥 观众蒙蔽了 要知道这家的夫人黄丽文的吗 可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那丫鬟阿娥还会写字 这也太假了 那么优秀的人会去做保姆 观众吐槽是相当的 因为无论时代背景 还是剧情设置 阿娥都不应该会写字 调皮的导演 在后面给了大家解释 镜头拉到阿娥的日记本上 全是圈圈堆成的画 看到这 观众笑喷了 原本以为阿娥是个非常静止的特务 但她画成这样 别人也看不懂啊 谢谢大家